轻型病例住院患者的出院标准和感染解除隔离标准 只要符合以下一个标准就可以出院或解除集中隔离的管理 这两个标准 一是连续两次新冠病毒核酸检测N基因和O基因CT值均大于等于35 采样时间至少间隔24小时 二是连续两次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阴性采样时间至少间隔24小时 之所以做出这样的调整 也是基于临床的实践观察研究 实践研究证明 在恢复期的患者CT值大于等于35的时候 样本总是分离不出活病毒或者很微量的病毒 这意味着这样一些患者不具有传染性了 就可以出院回家 不会影响周围居民的健康安全 这样也能够更加充分地提高医疗资源的利用效率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